另一艘遭防疫隔离的邮轮钻石公主号 星期天再传出新增70宗病例 目前船上总计有355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随着美国政府宣布派出包机到横滨 接在邮轮上的美国人之后 日本也开始安排对病毒检测成阴性的乘客 在三天后陆续下船 对于美国当局声明 如果有人决定不达乘包机 短期内恐怕无法回国 有乘客因此感到不公平 但却无可奈何 对于美国当局的乘客 根据官方数据,邮轮上大约有400名美国人。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早前表示,当局将会出动大巴士,将愿意回国的公民再送到机场进行最后检查。包机将会先降落在加利福尼亚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,接着再飞往德克萨斯州的拉克兰空军基地。所有从邮轮上撤离回国的公民将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。 中文字幕提供